近年来,马来西亚的治安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,经过了这么多年 治安不但没有改善,反而变本加厉 抢劫、掠夺、破门行窃等案件层出不穷 干案的手法更是令人闻风上淡 许多人都活在治安败坏的阴影中 很多人也成为了受害者 我本身也是迟到劫匪的受害者之一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住在一个 出门不用提心吊胆的国家 我为更美好的马来西亚投下一票